將會延誤登機 新的登機時間 將更改至早上的十一點整 班機延誤後繼市集滿 等著登機的乘客 都已過了表定起飛時間 但一整排長榮航班都還沒起飛 已經起飛的 也已經delay兩個小時 入境航班也一樣 一整排長榮航空都延遲 二零二三才元旦第一天 桃園機場就大亂 這麼多的出入境航班受到影響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跟上百名的長榮航行人員 集體休假有關係 他們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負責行李的運送和搬運 航行人員自發性休假 早從三十號就出現 三十一號激震到七十到八十人 影響九班客貨機無法裝貨 元旦上百人集體請假 讓航班大亂 出境影響三十七架 入境影響二十二架 超過三千名旅客 形成大亂 因為這樣旅程啊什麼安排都沒辦法 就是可能會因為這樣而延誤 旅客擔心行程受到波及 甚至剛表演完談談跨年的韓團 EPEX搭機離台 也碰上航行 集體休假事件 最主要的導火線 因長榮航行長期 人力短缺 一人得負責三百件二十公斤行李 疫情期間工作繁重 年終卻只有一個月 同樣都是長榮 待遇卻差很大 常回應以緊急協調其他地勤公司 或人力派遣公司支援 陶姬也說請餐飲業者增加餐飲 服務滯留航廈旅客 但勞資糾紛雙方應好好溝通 否則影響最大的終究是旅客 靜新新聞 留期洪偉桃 楊仲強 參謀導 立刻下載靜新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